大家好,我是Miss Nellie,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在加拿大計劃吃東西都可以很麻煩 你會說,Miss Nellie,你不是說教育嗎? 為什麼你會說這個計劃吃東西? 所以今天你就一定要看這條片 就知道計劃吃東西和教育都很有關係 首先,為什麼我們會說計劃吃東西? 其實在加拿大,因為種族很多,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有時候我會吃中東菜,有時候會吃印度菜,也會吃日本菜 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多人可以吃到的食物 可能比我之前去過的地方還要多 就是它的種類真的很多 但因為種類多,就變成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飲食方法 都會衍生出來 而你平時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像我一樣做一些學校的活動 或者是跟別人出去約會 這些時候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飲食方式 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社會 或者是學校的活動 甚至是一些結婚 或者是吃飯的場合 都會試過遇到很多次版 所以這次就想跟大家說一下不同的飲食的種類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比較常見的種類 然後講一下我遇到什麼版 以及可以告訴大家 我自從遇到這麼多次版 我通常會怎樣做呢 是一種比較安全的方法 首先第一種 我將它組合在一起 一個是食物 另一個是食物 其實在廣東話中 很多人都知道這兩個字 只不過是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例如傳素、奶蛋素、滋餘之類 但英文就是食物和食物 最大的分別就是食物是會喝奶和吃蛋 而食物是完全任何動物的製品都不會碰 除了一些滋餅都不會知道 除了一些滋餘的滋餘 其實非凡有很多不同的動物製品都不會吃 譬如說蜜糖 即是一些真的蜂蜜的蜜糖 或者是明膠 明膠就是Gelatin Gelatin就是用來做啫喱的魚膠粉 明膠就是Gelatin 他們都不會吃的 因為Gelatin其實是用一些豬的蛋白質 所以都是屬於一種動物的製品 所以他們都不會吃這個Gelatin 所以很多常見的食物 如果你看到Vegetarian和Vegan 通常他們吃的東西都很相似 但最主要Vegan就是 你可以把奶、蛋、娛樂、蜂蜜 這些所有動物的製品 就可以拿走它 變成很多Vegan的人 他們拿到一些蛋白質的源頭 都比較是一些豆類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質 去拿到他們所謂的蛋白質 好了,下一個我們就會說一下Pescatarian Pescatarian 其實我之前一段時間是Pescatarian Pescatarian是叫做魚食主義 最主要都是不吃肉類的製品 或者是動物的製品 但是他就會吃魚類或者水產 很多時候Pescatarian 通常Pescatarian都是一些 比較是文化類的 或者是因為一些宗教類 我當時就因為我很想變成 肥豬天人的同一時代 奉獻料料的血腥 所以他們就去做Pescatarian 通常Pescatarian不會吃肉類的製品 或者是任何動物的製品 例如奶、乳酪、蛋、橘子、明膠 但是他們會吃魚、海鮮、水產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跟Pescatarian 都會有相似的地方 只不過是多了魚類和水產 下一個就說Halau和Kusha Halau和Kusha 他們兩個都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而他們相似的地方 都是因為跟宗教有關的飲食方式 Halau是我們所知的清真的飲食 跟伊斯蘭教有關 Kusha是一些猶太教的飲食 其實他們兩個都不吃豬肉 但是他們兩個吃肉類的方式 都是要有他們宗教所謂的陶宰方式 譬如清真 就算他們不吃豬肉 或者是不吃豬肉的副製品 而他們吃的 譬如說牛肉 雞肉 都是要符合清真的陶宰方式 和他們的規範 所以其實他們都吃其他的肉類 只不過是一定要是 陶宰方式 一定要是他們所特定的 而同樣地 他們都不會吃這個明膠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他們是用豬肉 而是用豬肉的蛋白質去提煉出來 所以他們都不會吃這個明膠 而猶太飲食也是 因為他們都要跟隨猶太教飲食的規範 所以他們的陶宰方式 都是要跟隨猶太教的陶宰方式 但是加起來 第一他們不吃豬肉 第二他們海鮮的話 都不會吃一些有貝殼類的海鮮 而其他的肉類他們基本上都是會吃的 雖然我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 就打了說他們不吃這個乳製品 但其實他們是吃一些很特定的乳製品 總之如果那個乳製品 是用Culture的方式去製造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吃的 包括什麼芝士牛奶 芝士牛奶等 你們都會在超級市場 都會找到一些特定的Culture的乳製品 都是猶太的方式去製造的乳製品 而同樣地他們都不會吃這個乳製品 因為乳製品是用豬肉 是一個豬肉的副製品 所以他們都是不會吃這個乳製品 另外一個就是 Gluten Free和Keto 通常Gluten Free和Keto 不是因為一些文化或者宗教 所以引申出來的飲食 他們兩個都是比較健康類型的 即是跟健康的關係 有關係而去引申出來 Gluten Free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知道 中文是什麼 可能不知道英文是什麼 它就是這個無膚質的飲食 而無膚質的飲食 本身 現在有很多人就是 不想吃那麼多膚質的飲食 可能會對健康有幫助 我不是營養師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有看過 但我不方便去留言 但是最主要 一開始的時候 去衍生這個無膚質的飲食 就是因為 有很多人 尤其是在加拿大 你會更加看到 就是有些人有 Celiac disease Celiac disease 它是一個腸胃的疾病 通常如果吃到 一些有膚質的飲食 它會傷害了 它的小腸 所以 它們就會很痛 有時候 它們會泡得很厲害 甚至 是會對它們的小腸 是一些長久的破壞 所以 它們就不能吃一些 膚質的飲食 所以對膚質有敏感 就是Celiac disease 的人 通常會吃一些 Gluten free 食物 譬如說 有些什麼是有Gluten 即有膚質 例如麵包 意粉 這些 都是屬於有Gluten的食物 至於Keto diet 就是現在 很多人在網上提倡 仍然都是 我不是營養師 不方便去留言 但是 就叫做 新酮飲食 有些就叫做 沒有碳水化合物 或者低碳水化合物飲食 最主要都是 減低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然後 將它們的能量 放在脂肪和蛋白質裡面 然後你就會說 為什麼 知道這類型的 不同飲食的方法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我跟我說的 我之前也碰過很多 很多次 我曾經試過 帶了一大堆棉花糖 回去學校 請學生吃 但是原來棉花糖 是用Gelatin去做的 我以前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 原來它是用Gelatin去做 令它有那種 煙煙韌韌的感覺 如果你忘記 Gelatin是什麼 就是那些余膠粉 然後我帶了回去之後 我有很多學生 因為當時我教的學生 有一半都是回教徒 他們每個人都看著不吃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你們不吃 然後他們就說 你裡面是有Gelatin的 我們全部都不能吃 然後我還傻 然後第二天 就去買了另一包 就是那些紅製的 醬皮糖回去 然後學生就說 你玩我嗎 醬皮糖 更加多Gelatin 然後我就說 是呀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不能吃Gelatin的東西 所以現在呢 我有時候知道 某些學生是回教徒的話 我都會請他們吃東西的時候 或者在一些學校的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看回 譬如餅乾 或者是一些糖果 我都會在後面看 有沒有Gelatin的成分 才會讓他們吃 因為有時候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變了 有時候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吃了都不知道 所以變了就要重量檢查 第二個就是薄餅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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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應該是一個 挺安全的選擇 但我試過有一次 就是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學校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我們通常為了省錢 都會買薄餅給學生吃 但怎樣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 真的百多個學生裡面 有一個是Gelatin Free的 然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回事 也不知道原來它是Gelatin Free 然後變了 他整晚一點東西都沒有吃 我是要到處找 譬如說 剩下的蘋果 剩下的香蕉 令到他不肚餓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因為薄餅 通常對我們來說 就是學校的大型的活動 是一個高處的一件事 因為太便宜了 所以我真的完全忘記了學生 其實那個學生 現在仍然都在我學校 也仍然都在我的班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我也試過在同一個活動 有一個學生 他是Vegan 因為薄餅裡面有起司 所以他不能吃起司 然後仍然都是 所以他沒有辦法可以吃到 然後到處 整個學校 看看有什麼同事 剩下的蘋果 橙 香蕉 就找些東西給他們吃 否則他就餓足整天 我真的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一次 就是 我買了Subway 然後就買了很多 我自己都聰明 買了很多 食物的Sub 如果你不知道Sub 是什麼 就是一些長條型的三文治 然後我就覺得 自己真的很聰明 然後怎麼知道 有一個學生 他是Vegan 他就走過來跟我說 然後他說 MISS 我想問一下 Mayonnaise 是否用蛋做的 然後我立刻想起 對呀 Mayonnaise 是用蛋做的 然後就立刻 哎呀 為什麼我會沒有想到這件事 然後仍然都是 那個學生就變得很肚餓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非常不好意思 我是去到第二次 就是再有School Event的時候 我們就買了蛋糕 給學生來做甜品 我特意去買了一個無蛋的蛋糕 給他來做甜品 又去跟他去賠罪 所以 就算是食物也可以是不安全的 好了 下一個就是牛肉麵 這個跟學生是沒有關係的 但有一次 我就跟別人出去約會 第一次約會 然後呢 我自己就沒有留意到 原來他是食物來的 他又不出聲 然後我們就去了吃這個台灣的牛肉麵 然後坐了下去 之後他才跟我說 其實他是食物 然後我就 你不出聲 你不早點出聲 然後我就覺得 非常不好意思 但那時候已經是 你等了很久很久 我們好像等了一個半小時才有 然後我就不想 即是說 走吧 變了我就在這裡吃牛肉麵 然後他就吃了個傻麵 就是完全是 什麼餡都沒有 然後只是傻麵 我就覺得非常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在加拿大 我不知道在香港 因為我大部分成人 都在加拿大過 但是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發現 你經常都要非常留意 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你身識的人 甚至是你的客人 甚至是你的客人 或者是你的學生 有些什麼 是有什麼 健康限制的 所以你就算見到很多 譬如說他婚禮 他都會問你 有什麼健康限制的 通常我會怎樣做 即作為一個老師 其實我會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學生 而且我是負責學校的運動 所以我們的Athletic Banquet 即是一些頒獎的典禮 即是有東西吃的 然後我都會負責一些 百多二百人的典禮 通常我都會怎樣做 我通常會做一些食物 即我一定會只買食物 我就不會再買肉 因為吃肉的人 都可以吃食物 但是我通常會叫他們酒醬 即不要把醬混合 然後你就會說 這樣沒有味道 那又不是 我就會叫他們 可能有一盒酒醬 然後其他那些 都有醬料在裡面 或者我會叫他們 將醬料分開裝 分開裝的話 可以吃的人 就可以加醬 而不可以吃的人 就不需要加醬 變成可以令食物的學生 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這也是比較安全的選擇 第二個選擇 就是我通常會買披薩 但我可能買十幾二十個披薩 其實我最高峰是買六十個披薩 是六十個超大披薩 然後我就會再買沙拉 即是在那些披薩盒 或者是披薩盒 然後我就會再買沙拉 然後沙拉仍然都是 那些醬是分開裝的 就變成我 我的 Vegan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不吃乳製品的學生 都可以 不需要只吃披薩 即是不需要 逼著吃披薩 或者逼著沒有食物 但仍然都可以有一個沙拉 可以吃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 比較安全的做法 而大家 都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搞一些 活動 或者請人家吃飯 都可以這樣想 那好吧 今天就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有趣的資訊 大家不要忘記幫忙 讚好、分享、留言和訂閱 我希望可以之後 再盡快拍片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